讲到民众党这件事情就要来谈一谈 那很多人在期待的是进电视案 还有刚刚讲的超私进口案 他们能不能有其他的解法 呃原汁委员 现在我们看到张旗凯委员 他就改说要成立叫做进口鸡蛋专案调查委员会 那当然同步也会再次进行修法来争取调查权 那我们看到张旗凯委员他也轰啊 他说呢这次北检的双标更让大家看到了 例如橘子就我们等一下稍后会谈到柯文哲 金华城案的橘子现在列为是这个被告 而且呢他已经被通弃了 橘子留在日本所以要严压柯文哲 可是超私案的关键人也在日本 就没看到你北检有什么进一步的下一个动作啊 原汁 我先补充一下 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对于这个反制的做法 还有一个啦 有委员说要提一个叫全民公投复决宪法裁判 因为我今天早上我在群组问一个问题啊 我说那如果大法官释宪结果违宪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拿去申请释宪 当然我这个是随便乱讲的啦 只是说我们的 就是释宪反释宪 因为我们就觉得你的释宪结果违宪啊 可不可以再拿去释宪嘛 现在最新的大法官的结果 和4-585号就是有点抵触啊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大法官的解释 跟你们又不一样 宪法又没有改过 为什么会不一样 对不对而且而且你知道 宪法的那个征修条文里面就有讲嘛 就是说总统来我们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时候 我们立法委员得救我们不清楚的部分 跟他询问啊 这就是一种他必须要回答我们的义务啊 可是最新的大法官的解释就是说 总统没有要回答你们的义务啊 所以我也感觉说 那为那个大法官的解释是有违线的 那到底可不可以拿这个结果再拿去释宪 那当然是不可能 可是就有委员说那不然可以把这个结果 是不是可以提一个法啦 让他去做公民复决啦 就是说 这个宪法的结果要 人民能够接受啊 否则现在大法官好像在云端 然后在帮执政的服务 跟人民距离很远啊 台湾现在又已经不是一个民意为主的国家了嘛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啊 我就说这个解放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他到时候这个法律即便通过 又被拿去释宪 然后被拿去释宪之后 再又违线 无限轮回 无限轮回 我们现在修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 现在大家磨刀磨磨磨 要帮地方争取更多预算 你通过以后怎么样 再拿去释宪啊 再给你违线啊 然后中央继续再有75%的预算啊 所以这个台湾现在真的就 全部就是清德征一个人说的算 那这个查弊案 或者是查一些就是罪犯的一些刑事行为 当然也就是双标嘛 就是说对他比较不利的 就是高高举起倾心方向 现在民众党在查的那个调查委员会 超私 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传承击中 超私已经被证明说 有问题了啊 对不对 检邦已经有一些证据啊 就是有图例啊 然后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真的不相信陈吉仲不知道啦 我真的不相信啊 为什么 因为超私在前两年的时候 是全国瞩目的重大案件 几乎媒体每天都在讨论 那今天发生那么大的弊案 当时的农业部长陈吉仲完全不知情吗 或者说过程当中他有没有 在那边指点 还是他有没有设案 这个当然就是大家想要知道啊 可是本来按照国会改革法案 是可以要求他来 他不来的话是罚钱 他也许也是不怕啦 但是至少有这个权利 好现在大法官说违宪 所以陈吉仲连来都不用来 好陈吉仲连来都不用来 检邦 在调查的时候如果说到此为止的 就是办了一个专员嘛 那个续产会的一个专员嘛 解案 那这个案子就是 我觉得就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背后的幕后主使者 真正拥有权力的人 完全脱离了这个案件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嘛 那然后再来就讲到 讲到柯文哲的案件 对柯文哲的案件 其实现在 因为举止不回来嘛 所以呢 可能也可以用这个理由 去掩押柯文哲 但检方好像一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非常积极的 要举止回来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前一两个礼拜 根本就没有要他回来 而且举止的这个传闻 已经传了 传很久了 一两个礼拜都有 然后节目已经讨论到烂了 可是一直没有看到下一个动作 怎么一下突然变通气 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在讨论 就觉得说 举止会成为 严压克文哲的一个伏笔 就是说到时候 检方可能就会用说 因为关键证人 或者是他已经转被告了 关键被告还没到案 所以 证据还要巩固 有串供之余 所以继续延压 否则为什么前两个礼拜 没有太大动作 都没有动作 是到这几天才开始 转被告之后 通缉他吗 护照注销 所以这可能也是 检方办案的一个手法 那现在周刊 流传出来的一些证据 我觉得 有的我也是觉得 不太合常理 比如说周刊不是想说 在克文哲家里面 扣到一个冷钱包吗 那后来 陈志然不是出来解释吗 说他其实是有看到 那个盒子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这个盒子 我在猜想有可能是 那是陈佩琪跟他说的 陈佩琪跟他说 陈佩琪跟他说有盒子 盒子里面有一张悠悠卡 然后检方 不是悠悠卡 他讲的 不是他说像是公关品的 类似那种说 你要送你一个空的悠悠卡 他就是一个空的冷钱包 空的冷钱包 他是说那个是公关品 那我因为我刚好有一个 这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助理 他有冷钱包 我今天身上刚好带来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冷钱包 这个就冷钱包 但是台湾的冷钱包有两个厂牌 这个是其中一个厂牌 然后另外一个厂牌是一个 真的很像悠悠卡的 就是一张卡片 一张卡片 那冷钱包是要干嘛呢 冷钱包就是说 它里面会有虚拟货币的钱 会有虚拟货币 那怎么去管理呢 就是你要用手机去下载 这个冷钱包的品牌的APP 然后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就用手机去扫 扫这个冷钱包 那手机里面 就会有冷钱包里面的 虚拟货币的管理资料 然后你如果要有金流 比如说你要转出 转入的时候 你必须 你当然可以用 那个手机的APP操作 可是你必须要 跟冷钱包一起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就是不然你如果没有这个 你完全用APP来操作的话 你的钱有可能被人家害进去 或者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所以这个才叫 才需要一个实体的钱包 好那这两天不是一直有 所谓的这个名嘴吗 讲到说什么助记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助记词 对 他们的讲法是说 柯文哲冷钱包被扣到了 柯文哲还会有另外一张助记词 所以他们说要柯文哲 去把这个助记词交出来 那就可以破案 其实我问我那个助理 因为他就是借我的这个助记 他说助记词不是这样使用 他说助记词是 拿手机扫了这个钱包第一次 那个助记词会出现 然后你把助记词抄到另外一张纸上 你就可以不用管他 那什么时候会用得到 就是你冷钱包不见了 或什么情况之下 你用助记词 再去可能再买另外一个冷钱包 再把它复制过去 助记词是这样使用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冷钱包是这样子用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现在很多媒体在谈的 柯文哲这个东西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检方只要扣到柯文哲的手机 或者是扣到他的冷钱包 就直接可以知道说 他里面到底是有多少虚拟货币 那现在这个资料一直没有传出来 所以非常有可能 那一天他在他家扣到冷钱包 里面就是没有钱 如果有的话 以我们现在检方 这么会放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会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里面有多少钱 对 我们现在连柯文哲被扣到USB随身碟 到底有谁后面是什么数字 谁后面是什么数字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连什么蝗虫人没有给钱 但是用别的方式去帮忙 大家都知道 仿佛那个USB随身碟 那个媒体都直接copy了一份 还是直接把他带走 这种感觉 所以 确实我觉得这个 你会感觉说 好 监督在野党 柯文哲是非常的积极 办案非常积极 严压他 然后尽量要不断的去创造 他可能办案的证据 可是对于真正 我当然柯文哲也是无网无众 可是像这种超私案 当时是引起台湾多大的愤慨 没有鸡蛋可以吃 然后买了一大堆 又化工厂把它销毁 然后中间有人都 中饱私囊 结果高高举起轻心放下 我觉得大家 这个心中还会有正义 你觉得台湾社会还有正义可言吗 对这个我先感谢石玉瑞的斗内 这么多古今中外的例子可以借进 希望执政党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重蹈这历史的复彻 千万别走到像杨明哥 兵哥说的解散国会的这一步 感谢观众朋友不同的意见分享 我刚看到有观众朋友里面 在讲罢免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刚刚跟原知在开播之前 我有稍微跟他问到说 你自己的选区目前那个真的罢免連署 有在动吗等等的 还有就是之前有传出来说 是不是也要发动罢免令 另外就是板桥西区的张鸿路委员 这件事情都确实是有在传 要罢免张鸿路 我们其实 我们都没有在讨论这个事 但如果说 佩萱问我说要不要罢免张鸿路 当然要啊 不然我为什么要被他罢免 我做这么好 我每天这么认真 一大好出门 然后去立法院开会 然后该做选民服务 那么认真在做 然后该质询的质询 然后该争取地方建设 争取地方建设 这么努力 我要被罢免为什么 我只有一个原因啊 因为民进党输不起啊 他不愿意接受 2024年的选举结果啊 所以他希望透过罢免来翻盘啊 然后取得过半席次啊 但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理由吗 对不对 之前那个高雄市许志杰 他就很摆明就讲出 民进党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要罢免大家 所以他现在是在全台湾 各地都在发动啊 台中那三个立委 就是所谓的如系立委 我坦白说那三个 其实表现得不错耶 不管是质询 发言 然后服务啊 什么也都表现得不错 他们三个 为什么要被罢免 好好的为什么要被罢免 去选总统了吗 为什么要被罢免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就是 他就不演了啊 他就摆明就是 我就是为了夺权 我要把你罢免 那过去不会有政党做这样的事情 但现在民进党已经堕落到 公然用这种方式 而且不怕你知道的要来罢免我们 那国民党 难道就躺着给你欺负吗 国民党也不是吃素的啊 国民党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发动 罢免民进党才会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民进党现在要罢免国民党 国民党当然要罢免民进党 那你说板桥他们要罢免我 那板桥因为是一个板桥嘛 那只是因为立委的关系 分成东跟西嘛 我是东嘛 那你要罢免板桥东的国民党 那国民党当然要罢免板桥西的张鸿路啊 这我觉得合理啊 而且甚至于他们的议员都一起罢免啊 反正整个板桥都要重选 就是都要再投一次票嘛 反正就这样 因为是我们是被动嘛 我们是不主动求战嘛 但是如果 如果说你硬要来战的话 啊我们也是会 我们也是会接战啊 不求战但是不必战嘛 对不对 我们是无惧而战 所以我觉得我是真的没有听说 什么罢免张鸿路怎么这一类 可是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做好准备 他们一发动的话 我们就立刻也要做相对应的做法 嗯 好我们感谢何先生在等会内 他说罢免戴尾山啦 看到他就斗斗啊 整天都在造谣 连在这个园之面前都敢造 园之本人的谣 对啊 刚刚那个园人师私底下也跟我 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关于有没有去拜庙 然后他声称没看到 然后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他是说 他说我没有去 他说我有去 我说我有去 那为什么新闻没有报 你有去 我说那新闻没报 就代表我没去吗 因为他也没去嘛 对不对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 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 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棗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 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 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公司 母带 母带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